今年是好莱坞星光大道50周年 随着时代进步 观光旅游结合高科技资讯成为星星潮流 像是好莱坞商业工会特别结合iPhone 推出星光大道搜寻软体 游客只要从iPhone下载软体后 就可以根据五大分类功能 搜寻想要找的明星偶像星星 最简单的像是输入姓名 或是一唱片、电影、广播、演员或电视等演艺事业领域分类 还有从偶像国籍、族裔、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等 只要输入地图便会立即显示星星所在位置 很方便 很实用 椅子都不认得 因为太多了嘛 你不可能每一个人去找 你想找自己认识 又算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 这样就很方便了 对,你喜欢这个 是的,当然 来到好莱坞 大家都不会错过的 就是沿着星光大道来找到自己偶像的那一颗星星 不过整条好莱坞大道上 有2400多颗星星 前后延伸了2.4英里 这样在茫茫星海当中 找到那一颗星星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现在好莱坞商业公会 推出了这项新的功能 我们就来实地试试看 这项功能到底好不好用 而我们要找的目标是谁呢 就是它 Micky Mouse 在手机上输入米老鼠的名字后 地图立刻就能显示出星星所在位置 省下不少找寻时间 刚才iPhone上的地图显示 米老鼠的星星就在中国西院的这边 所以现在这边前面有一整排的星星 米老鼠应该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来找找看 找到了 米老鼠的星星就在这里 除了找寻星星 软体还能显示 即将在好莱坞展开的多项活动 方便追星民众安排行程 也难怪软体才艺推出 就广受民众欢迎 我觉得它会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没有在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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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 很好 其实是挺好的 对 其实是挺好的 我需要新手机 我没有需要新手机 所以对 我也认为这一项 好莱坞商业工会希望透过这项新科技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最短时间内 体验到最丰富的星光大道之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